大家好,我是小鹅 今天呢,买了三克娘的饺子鸡 来分享好吃的 首先呢,准备300克瘦猪肉 还有150克莲藕 把它给剁碎 300克猪肉馅里面 加入姜末,葱花,料酒,生抽,老抽,蚝油,盐,胡椒粉 朝同应的方向搅拌均匀 再加点小末香油 再放入莲藕末 搅拌均匀,馅料就调好了 饺子皮中间放上馅料 两边抹上清水 把它给对折 捏合 两边开口 电面趁热热刷油 放做好的锅贴 中火煎至锅贴底部精华 再加入清水 煮入锅贴的三分之一 再盖上盖子 大火把水分收干 水分快收干的时候转小火 再淋上一点鸡蛋液 让吃起来更营养,也更好吃 再盖上盖子 搭蛋液 焖至凝固 我一共做了两盘 一盘是带鸡蛋的 一盘是不带鸡蛋的 锅贴这样做出来 底部是金黄酥脆的 每一个里面都挂上了鸡蛋 加上莲藕 是香蚝不腻更良的好吃 做法呢也非常简单 喜欢的试驾吧